原因夏日想外出活动 但又担心会热到中暑吗 医师黄轩建议大家 其实可以先计算中暑危险系数 然后再评估看看到底要不要出门 观察室外温度跟湿度 就能够得到数值 那么如果超过40分的话 就表示中暑风险极高 要尽量避免户外活动 另外耳鼻喉科医师也提醒 其实耳鸣也是中暑的前兆之一 太阳超热情 在户外稍待一下 可能就会中暑 医师黄轩建议可参考中暑危险系数 来安排行程 避免在不对的状况出门 而中暑系数该怎么算 得观察室外温度和相对湿度 就能得出数值 小于30分代表无特别风险 30到35分得保持身体水分 避免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 而超过35分得加强防护 别在户外剧烈运动 突破40分代表中暑风险极高 要避免户外任何体力活动 上升一度C以上 那我们心血管风险 就会增加3%左右 我们相对的 如果氏气太低的话 也就是会干燥 会使得我们的心肺系统的呼吸 包括皮肤伤害是蛮大的 但要是中暑危险系数高 又不得不出门 就得多观察身体状况 除了正带头晕 耳鸣可能也是前兆 医师指出 中暑会导致人体血液循环改变 耳内液体跟体内的电解值失衡 就容易引发耳鸣 这时别误以为是被热到缓停 那时候你会开始 会脑部缺氧的状况出来 所以发现有耳心响度 甚至耳朵会闷闷的 有那种耳鸣嘀嘀叫的声音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要开始注意 是不是有中暑的状况 而7月至今 全国热伤害就诊 达到677人次 大热天对身体的危害 真的不容小觑 这次你卢伯聪谈播吧